人大會議剛剛通過了一項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議 在香港來說隨即引起很多中間派人士蠢蠢欲動 他們覺得修改選舉制度之後就會收窄民主派的參選空間 即是說有些政治真空出現會不會是一個中間派冒起的機會呢? 突然很多人都打算準備參選立法會 首先講清楚任何人願意對香港服務作出承擔 參選立法會我是認為應該值得鼓勵也值得支持的 但是這次修改選舉制度的實際影響在哪裡呢? 我覺得這個不單是說 或者是好像有些人認為是會收窄民主派的空間 令到中間派有機會可以得以選出 首先我們要明白 這次修改選舉制度 目的是去防止一些政治攬炒者透過選舉 所以走入去立法會加入我們的管治架構裏面去進行破壞 破壞我們的一國兩制 破壞中港的關係 甚至否定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 如果民主派對號入座認為自己是一些 我剛才所說的所謂政治攬炒派 他們有議會的目的是要破壞一國兩制 否定國家在香港行使主權 當然修改選舉制度之後 他們是應該不再得逞的 但我不覺得民主派應該以此為目的 如果民主派不對號入座 他們絕對有權也有資格去參加立法會的選舉 從這個角度看 修改選舉制度 其實對於改善香港的管治 是沒有特別的直接的關係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次修改選舉制度 其實只是盡量去鞏固白區管治架構裏面的權力中心 對於改善我們的管治質素 或者改善管治架構 其實是沒有直接的影響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立法會其實只是一個通過審議法例的地方 立法會可以影響到施政的程度 其實是相當有限的 真正管治香港 仍然是這個行政機關 當然立法會是有一個監察的作用 但是監察還監察 未必是會直接影響到施政的質素 當然從這個民主派最近的立場來說 他們希望自己永遠做這個反對派 甚至乎當林鄭組織政府的初期 他們禁止自己的黨員加入這個政府 我覺得這些從政的目標或態度 未必是一個可取的目標或可取的態度 所以我們如果要全面去改善特區的管治質素 我覺得仍然需要從這個立法會選舉以外的渠道 是一併去考慮的 我覺得中間派如果希望在香港的政治生態裡面 在香港的管治質素方面 作出適當的貢獻 我覺得他們應該考慮除了去參選立法會之外 是應該考慮其他所有可以進入政府架構的渠道 當然了 某程度這個要視乎當屆的特首 有沒有一個決心去收納有言之事 增闊自己的政治光譜 增闊特區政府的政治的視野 但是要真的全面改善香港的管治架構 管治質素 我覺得不只是依賴立法會選舉 我希望會見到更多有能之事 盡量利用所有不同的渠道 去加入管治架構 為香港人出來